很多粉丝问我 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幸福的婚姻 我觉得是嫁对了人 一个男人对老婆的态度 就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幸福程度 那婚姻幸福的女人 都是如何挑老公的呢 还没有结婚的女性 可以借鉴学习一下 看看她们是如何选老公的 第一件事就是看对方的父母 必须强调这个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男人的父母关系是和谐的 男主人懂得包容妻子 家庭的氛围其乐融融 他们的儿子从小在这样的一个 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而如木染 那他一定也差不了 公婆有能力 民事里会让你们的家庭生活 少很多矛盾 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第二点就是看经济条件 不要想着高攀 也不要选择下架 虽然这很现实 但是爱情不能饮水饱 好的婚姻是一加一等于二 如果和这个人结婚 还不如你单身自己生活 那你结婚干嘛 杜劫吗 醒醒吧 进入婚姻 有了孩子 你就会明白钱的重要性 一睁眼哪个是免费的 生活中确实80%的问题 都是要用钱来解决的 第三就是看相处时候的细节了 看两个人合不合拍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遇到矛盾会被沟通 这个男人会不会做家事 懂不懂得照顾人 从生活的细节处去观察 了解这个人 婚后会少很多抱怨 男怕入座行 女怕嫁错郎 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 所以一定要睁大眼睛 找到一个真正值得你 步入婚姻的人 嫁对的人 婚姻是你人生更好的转折点 嫁错了人 有可能会毁了你一生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婆媳关系这是从古至今的困扰话题 婆媳关系处理不好 直接影响夫妻感情 我们能做的不是改变别人 而是改变自己 别让婆媳关系毁了你的幸福 第一 对婆婆不要抱有过高的期待 你跟婆婆也没有血缘关系 她对你好更好 说明是个聪明婆婆 对你关系也很正常 平常你对待就好 不要指望她给予你经济上的帮助 给的事情也不给也不要满约 第二 非特殊原因 千万不要跟勾勾同 老人本身就有个点天的思想 观念 生活习惯都没有差异 如果天天生活在一起 那避免不了磕磕磕磕 就算买不起房子 租房也要保持距离 这样你们都自在 第三 如果能够自己带孩子 至少减少70%的活性 虽然辛苦 但长远来看 自己带的小孩跟老人带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很多家庭矛盾 都是由于生活习惯 育儿观念不同而成 非得婆婆带的 那你只有自己一心放胜的 第四 不要插手婆婆家的事 好相处就多来往 不好相处就尽量少来往 将心比心 婆婆对你好 那你做晚辈的要加倍对她好 婆婆不好相处 那有事就让你老公去处理 要是露个面就行 第五 聪明的女人 不在老公面前抱怨婆婆 婆婆再也不好 就算你老公明事里 嘴上不说 那是他妈呀 你经常抱怨 只会影响你的夫妻感情 远离就行吧 不要因为他们的评价 使自己心烦意乱 更不要把精力 放在于公婆的较量上 改变不了别人 只有让自己内心变得更惨大 才不会让生活的琐碎 影响你幸福 我失败成功 关注你 很多人问我 老师嫁错了人 又不想离婚怎么办 怎么办 凉拌了 只有凉拌才能自救 才能不再遭罪了 那怎么凉拌了 今天分享三个不遭罪的方法 你可以收藏起来多看几遍 看看你要不要去做了 你如果改变不了它 那就改变你自己 这里说的不是让你委屈求全 而是让你降低对婚姻的期待 降低对老公的期待 别再指望他能够帮你什么了 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朋友 或者合逐室友 这样你就不用再自找麻烦 总想着去改变它 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 鸵鸟式的逃避 比如说逃避不是为一种 不是办法的办法 第二 既然婚姻已经选错了 那就一定要选对生活方式 比如把精力放在事业和朋友上 或者发展出一两个兴趣爱好 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 为家庭为孩子付出的同时 也要学会投资自己 别再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不舍得打扮 要舍得在自己身上 花时间 花精力 花精力 提升自己 不仅能让他刮目相看 还能让自己过得舒心 第三 别把他当人 把他当成挣钱机器吧 如果你们总是吵架 根本沟通不了 干脆就不说了 否则你们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你越跟他讲道理 他越给你发笔记 长此以往 你们之间的裂合会越来越深 那还不如各自安好 既然他能挣钱 保障你们的物质生活 就把它当成赚钱机器吧 只要他能拿钱回家 那还就无数未来 女人一定要知道 婚姻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你可以选择破罐子破摔 也可以选择把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优秀到可以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家族人的女人 缘不止你一个 但有些就过得很好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替你好心的人生 甚至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家族人不可怕 站不起来才可怕 说对吧 我是白晨刚 关于婚姻给女人的忠告 女人一定要有自我疗愈的能力 很多婚姻处在一种 计较起来能离婚 稀里糊涂又能过下去的状态 不想离婚 又不想凑合过 那就要走出来 而不是站在沼泽里等 等着别人去救你 我总结了下面几点忠告 好好思考 一定会有收获 第一 拒绝自我感动式的复苏 很多传统性的女性 无论没有自我 一切围绕了丈夫孩子和家 常常复苏很多 但丈夫孩子却不领情 形成自我式的感动 看起来很伟大 但有说很自私 因为这份复苏是为了 自己的安全感和控制欲 当这份控制欲失衡 就会变成怨情 第二 婚姻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件事而已 除了丈夫孩子 你还有自己 女人的价值 绝不仅仅是做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你要有独立的人格 这份独立 能够让你拥有完整的自洽能力 和抗风险 第三 一定要学会正确的 宣泄自己的情绪 对很多婚姻中的女性来说 婚姻重创 不仅仅是背叛或者贫穷 还有日复一日的生活琐碎 和重复的坏情绪 现在每一年女性患乳腺癌 攻击癌的比例都在日欲增加 无认证超 她背后的悲伤和小痠 所以女性一定要有 宣泄情绪的如何 好好在爱抵近 第四 只剩一个女人的 从来不应该是男人 而是自己 做咨询工作这么多 每当面对婚姻无限的人 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难过他们走势 否定自己 能保持自我平衡的人 更容易拥有幸福的瘟 我是白成钢 关注我 注意幸福 当一个女人 被逼到心里只想着挣钱的时候 说明她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了 她已经见识到现实的残酷 什么爱情面子都不重要了 因为在她满心满意付出爱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跟她谈钱 她拼命努力地想赚钱 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多么物质的女人 而是她清醒地认识到 在每一个艰难时刻 能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我是白成钢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你想要越过越好 就要学会这三大法宝 能够让你越来越幸福 第一 活得清醒 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爱孩子爱老公 但他们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才是 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而委屈自己 只有自己变强大了 才能过得更好 第二 心怀善良 但要锋芒 拒绝没有界限的善良 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 因为你太好说话了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 那就是软弱 没有锋芒 没有棱角的人 很难幸福 不消耗自己 不委屈求全 懂得对自己好的人 才能从容地过好这一生 第三 不要一味地去攀比 别人家劳工又能干又顾家 别人家的孩子既懂事又聪明 记住别人家再好 那也是别人的 你只看到别人的成功或幸福 却不曾知晓 他们背后为此做出的坚守和努力 所以从现在起 你要做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一个男人最好的投资是什么 就是善待妻子 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80%的成功男人 都会善待自己的妻子 越是那些没本事的 脾气大 还不知道对妻子好 男人一定要明白 善待妻子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积累福气 因为你对妻子越好 妻子才会心甘情愿地照顾你 支持你 守护好你们的家 做好你坚强后盾 那么你在外面的事业 发展才会顺心顺意 达你所愿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一个女人婚后的脾气变得有多暴躁 那就证明她的生活有多么的委屈 这句话完完全全 道出了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心酸 很多男人常抱怨妻子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发现了吗 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脾气暴躁 你看哪个女孩在婚前不是温柔爱笑 怎么到你那儿就不一样了呢 所以一个婚前温柔爱笑的女人 婚姻后突然很凶悍 那一定是在婚姻里面受了委屈 相反的如果一个女人婚前非常的倔强 婚后却变得温和阳光 那她一定是找对的男人 男人啊 你该多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的女人变了 不要总说别人家的女人 有多好多温柔 因为你也不是别人家的男人 你要做的就是 怎么样让自己的女人 活得像别人家的女人一样 开心快乐 温柔爱笑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做个幸福的人 有点好